歡迎收看文法實戰之連貫式翻譯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連貫式翻譯解析的時間 今天我們將繼續 16-1上一集所提到的有關於MySchool這樣的一個主題 繼續把接下來這兩題給完成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的 別忘了訂閱按照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看一下 今天文法實戰之連貫式翻譯解析16-2 最後兩題我們看第四題 學校裡有美麗雅致的校園花圃 中一年四季都盛開著鮮花 那這個要怎麼說呢 尤其是美麗雅致的 那麼第一個句型我們要講到什麼理有什麼 這讓我們想到一個句型 我們再次 在這個國一的時候就能學到一個句型 叫做Layeris there are 有什麼在哪裡 在學校裡面有 這個有不是has 是Layeris的句型 美麗雅致的 美麗當然知道beautiful 那雅致要怎麼說呢 雅致的 非常精緻雅致的 校園 那麼花圃要怎麼講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 要怎麼來描述出來 時間要擺在哪裡 都盛開著 那盛開花朵盛開 應該要哪個字來描述 這些呢 都是這一句的非常重要的點 翻譯的點 那第五個 我幾乎天天都會想到我的學校 他留給我太多難忘的回憶 每天幾乎沒有例外 每天都會想到 這讓我們想到一個叫雙重否定句型 就沒有一天沒想到 負負得證 現在這樣來寫這個寫法 我的學校 那他留給 那留給要怎麼講 把東西留給什麼 用哪個動詞 太多難忘的 非常重要 這個難忘的 難忘的這三個字 經常在英文寫作裡面經常出現 難忘的旅行 難忘的經驗 難忘的一個 這個 教訓 難忘的一個 朋友 難忘的戀人 等等 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這個難忘的 我們一定要把它背熟 那麼當然最多常用的是 難忘的回憶 這是寫作裡面經常用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題 應該怎麼樣實際把它翻出來 第一個 學校裡有美麗雅治的校園 好 那我們剛剛說有 就是用Laris劇情 Laris 那麼就是有什麼東西在校園裡面 再透過介系詞來接地點 那麼 Laris有beautiful 有漂亮的雅治的 怎麼說 delicate delicate 這是一個形容詞 這個字本來的意思叫做 東西很容易 碎掉 很容易脆掉 碎掉 就不小心碰到就破了 或怎麼樣 就是你要很細心去保護它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 這個珍貴昂貴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非常雅治精緻的 一不小心弄就會壞掉 所以這個非常 beautiful del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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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非常美麗雅治的campus 校園 校園 校園就不是學校 要用一個字叫campus 用campus 就是delicate campus 然後再說 在學校叫in the school 最後再接出來 那麼花浦中 一年四季都盛開著花呢 花呢盛開著 我們先把這個動詞 主要動詞寫出來 盛開這個動詞 最主要動詞要寫出來 那我們如果說都正盛開著 我們就 ar brooming broom這個字動詞 加ing 正在盛開著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個 把broom變成名詞 變名詞的寫法就是 are in full bloom 全部盛開 fullbroom fullbroom are in fullbroom 或者是 arbrooming 兩個用法 那麼 這個整年 一年 一年到頭 整個年 就是做一個循環 就all the year round 正年都盛開著一個花 哇很美 所以all the year round in the flower 在花浦 那個浦就是床 beds 花浦的浦就是床 就flower beds 好 那麼整句翻起來就是 there is a beautiful dedicate campus in the school flowers are blooming all the year round in the flower beds beds 那麼在這個花浦裡面 整個看起來非常的美麗 所以這個描述校園 從什麼時候離開的 然後呢 裡面很多 這個師長 那麼非常好 留下 這個給他的這個 經常會給他們提問問題 然後再講到描述 學校裡面 美麗的這個 花圃 四季看法 人物 人事實地 整個描述下來 非常美 那最後呢 當然就做一個conclusion 做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我幾乎都會想到 我 天天都會想 就是沒有一天經過 不會想到 這樣的話更加強烈 用負負得證居行 就是scaless 很少 我們把它放在前面 變成導裝句 scaless scaless 幾乎很少 有一天的經過 but 這個叫做 負負得證 but也是負 那but 後面接個連接詞 就是很少有一天經過 但是 我 卻沒有想到 single 我的學校 就是每天都會想到 幾乎沒有一天經過 沒想到 這個更強烈 負負得證 所以很多的這個 這個英文的句型 他用 用否定來代表強烈的事 以前我們在學這個 這個所謂的 國一的時候 那麼在講到這個 疑問句型的時候 本來說他是一個學生嗎 is he a student 但是他不是一個學生 is he a student 就是用否定來加強語氣 同樣的我們就用否定 幾乎沒有一天經過 而我並沒有想到我的學校 就每天都想到 當然也可以用直述 直接敘述就是 我幾乎 i almost think of my school everyday 幾乎都想到我的學校 幾乎 almost think of my school everyday 幾乎每天都想到 也可以這麼講 這個就直接寫 但是如果我們有負負得證的話更好 那麼負負得證的用法呢 也可以用這個雙重否定 也可以用without 這邊把but改成without without my thinking 沒有想到 thinking of my school也可以 without 後面接這個 所有格加動名詞 因為他這個後面直接接的 都是所謂的 受詞 就是所謂的名詞 名詞 或者前面放一個所有格 my thinking of my school 但是but 直接接句子就是 but I think of my school 好 那麼接下來呢 他留給他的學校 最後一個結論 非常美 學校的 就是說太多難忘的回應 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 所以很多人在這個 尤其畢業典禮那天 不自覺的 涌上心頭難過 依不捨 甚至有些本來是嬉皮笑臉 然後說在這個 要離開學校怎麼樣 到那個整個要畢業典禮的那個 感覺音樂一來 煽然淚下 非常難過 因為太多回應 馬上涌入心中 所以呢 留給太多難忘 那當然這不是一天兩天 是他留給我那從過去 從一點一滴的 有成國小 一年級到六年級 那從國中一年級到三年級 高中從一年級 或者大學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等等 所以很長時間已經呢 留這個留叫left left很多意思 可以叫離開 可以叫留 這個地方或者是讓人怎麼樣 那這個留下 留給我很多的 lots of 難忘的就是這個字很重要 前面加個一文比較否定 不能夠忘記 forget 好 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形容詞 修飾後面的memories 所以我們要重複T 加AB而已 這個地方要重複T 就兩個T 就unforgettable unforgettabl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尤其這個memories 本來是歪去歪加IES 很多很多的回憶 非常美的回憶 好 這個叫unforgettable memories 所以整個就變成了 scalously a day passes but I think of my school it has left me lots of unforgettable memories 整個這樣翻 那這個地方我們再強調一下 這個scales 這個雙重否定 雙重否定其實在我的這個 高中的這個英文劇情裡面 我們在播放列表 如果各位 這個有興趣或者是 可以去這個加強一下的話 在這個播放列表 這個高中的劇情裡面 可以找一下有一個叫雙重否定劇情 就是這個 neighbor but 加上主詞動詞 從來沒有什麼 而沒有怎麼樣 或者從來沒有 without 沒有怎麼樣 就是每當怎麼樣 那麼他總是會做什麼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文法劇情裡面 高中的文法劇情裡面 有提到完整的這一套 非常完整 可以 大家可以有興趣去把它點進去 複習一下 這裡面講得非常 我們在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文法劇情裡面 把這個劇情講得非常清楚 各位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整個有關於這個 連貫式翻譯的 這個整個節目內容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 如果對大家是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非常重要的動作 隨時接收到 以便隨時接收到我們 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文法實戰之連貫式翻譯解析見面 謝謝